眼镜蛇的克星蛇臼 吃蛇就像吃零食一样 看它如何高智商猎蛇 不得不说人们最害怕的毒蛇 非眼镜蛇莫属 它性子凶猛 而且毒性很强 仅仅只需15毫克就能置人于死地 几乎没有哪种动物敢上前招惹 不过万物相生相克 别看眼镜蛇厉害 但在蛇臼面前 它还是不够看的 今天咱们就去看看 蛇臼如何对付毒蛇 蛇臼是一种在非洲生活的大型猛禽 它体长可达1.5米 体重可达4.3公斤 蛇臼头顶20根乌黑亮丽的羽毛 眼周的肌肤呈橘红色 眼睫毛浓密纤长 加上一双大长腿 让蛇臼看起来十分眉情目秀 因此蛇臼也被叫做秘书鸟 另外蛇臼和其他鸟类不同 虽然它也能飞 但它更喜欢在地上行走 一天走个30公里没问题 这让鸵鸟很嫉妒 蛇臼有这番天赋 却不用真是浪费 但不得不说 蛇臼行走战略的姿态都十分优雅 乍一看就像白鹤 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行军鹰 那有朋友可能想问 蛇臼的翅膀是不是纯纯的装饰品了 其实不然 当蛇臼遇到危险时 它们便会张开翅膀飞走 或者当它们要求偶时 熊鸟便会张开翅膀展现自己的魅力 吸引此鸟的注意 等配对成功后 便一起筑巢搭窝 完育下一代 蛇臼的巢穴多半建在矮树 灌木的树冠上 它们的鸟巢一般很大 直径约为1.8米左右 够一个成年男子躺进去睡觉了 等到鸟巢建好之后 蛇臼便要展开事业了 这时非洲的毒蛇 要夹紧尾巴躲起来了 它们不敢和蛇臼硬碰硬 毕竟哪怕是黑曼巴也打不过蛇臼 跑得慢的直接被它当零食吃掉 从中咱们能看出 蛇臼并不是空有颜值的花瓶 它们是非洲草原上凶猛的禽类 而蛇臼心肠很硬 吃起毒蛇来又快又狠 曾有自然学者观察到这一幕 正在草原上觅食的蛇臼 突然发现一条长达1.2米的眼镜蛇 它们立刻冲上去 而是观察一下四周 发现没有其他对手后 便张开翅膀 上前围着毒蛇快速移动 在不知情人眼里 蛇臼仿佛在跳舞和毒蛇玩闹一样 但实际上 蛇臼只是想借此迷惑恐吓毒蛇 等毒蛇被它耍得头云眼花之际 蛇臼便一扑而上 用锋利的爪子控制住蛇头 接着开始啄毒蛇的七寸处 等毒蛇彻底死亡 蛇臼便开始享用午餐 虽然眼镜蛇有毒液 力气也很大 但蛇臼的大长腿不是白长的 据说蛇臼一脚 能踢晕一头猎豹幼崽 所以它的一套踢踏舞 便能收割毒蛇的性命 看到这里 可能会有朋友想问 眼镜蛇难道不会咬上去吗 其实它也想 但蛇臼的腿又细又长 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角质鳞片 它真的咬不动 所以只能任由蛇臼欺负 当然 有些体型比较大的毒蛇 蛇臼一时半会儿没法杀死 它便会叼起毒蛇 然后松嘴 让毒蛇体会一把高空坠落 等毒蛇彻底断气 蛇臼再优雅地享用美食 如此厉害的鸟 深受当地人喜欢 他们觉得蛇臼不仅颜值爆表 还拥有强悍的狩猎能力 就连黑曼巴都不是它的对手 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蛇臼毫无意外被当地人追捧 苏丹将它奉为国鸟 南非的国徽上也有它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非洲国家的邮票上也有蛇臼 可见它们多么喜欢它 最后问问 大家还知道什么动物也克毒蛇 欢迎一起来唠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